屠夫张大贵年方三十,家中有两子一女。 张大贵娶妻理事,夫妻俩在镇上开了一个猪肉摊子。 他们做生意讲信用,为人实诚。 每次给人称猪肉的时候,那秤子都晃得高高的。 众人看后都觉得心情舒畅,往后买肉的时候,自然也来照顾他的生意。 他们家的生意一直很好,全家也挣下了一些钱财。 如此又过了几年,家中的两个儿子也渐渐长大。 这一日吃过晚饭,张大贵把家中的钱财全部拿出来数了数,总共存上了十五两银子。 张大贵对妻子说,咱们家的老屋子是爹娘传下来的,到如今也有四十多年了。 不如再建一座新宅吧,过几年儿子也要说亲了,到时候刚好用得上。 李氏听后点了点头,相公所言有理,就建上五间房子吧。 兄弟两人一个两间,咱们自己住一间,这样一来不偏不倚,也省得往后闹矛盾。 三天后,张家便堆起了各式建房的材料,他们又请先生算了一个好日子,定在半个月后开工动土。 新宅子盖在离山脚不远的一处地里。 本地多山,风光倒也秀丽。 一到春天远远望去,山腰上各色野花争相开放。 让人遗憾的是,他们这地方有些缺水。 有闲钱的人家便在院子中打上一口水井。 这水井也不是总是出水的,有时候也要看运气。 若挖到一半的时候,下面是一整块的大石头,最后只能把土填上无功而返。 张家这次盖屋子,就请人在新院子打井。 两个匠人挖下去一丈之后,竟然发现了一件古怪的事情。 就在他们挖井的地方,下面曾经被人挖开了一口古井。 古井已经被泥土填满,井壁四周都是用好石料, 堆砌而成。 两个打井的人看到都很欢喜。 如此一来,他们也就省事了, 只把这古井中的泥土挖开运上去就好, 这下面应该有水才对,否则水井不会撤得如此之好。 他们这一番猜测却也没错。 又接连挖了两天之后,终于有地下泉水涌了出来。 他们测量了一番发现,被深埋在地下的这口古井约有两丈多高, 井的四壁刻着许多古怪的符文。 泉水是从一处地下缝隙中急流而出的, 没过一日,水就升满到了井口上方。 经过一夜的沉淀,井水变得清澈甘甜。 张屠夫一家觉得这口水井真的太好了, 也无需在上面装上打水的工具。 为了安全只在上面盖了一个井盖, 取水的时候将它移开就好。 新房子盖好了,水井也打好了, 接下来自然就是搬进新家来住。 这乔迁可是一件大喜事, 当天的暖屋宴倒也是办得热热闹闹的。 到了傍晚时分, 肉菜的香气在张家的院中飘荡, 晚饭终于开始了。 这一场宴席吃了一个时辰后才散去, 全家人洗漱完也早早上床休息, 明天还要开门做生意呢。 然而这天晚上张家却出了一样怪事。 张屠夫和妻子在梦中被一阵女子的喊声惊醒, 只听那声音不停地重复道, 我好饿呀,给一点吃的吧。 我好饿呀,给一点吃的吧。 醒过来的夫妻对视一眼, 张屠夫纳闷地开口道, 这夜色已经深了, 怎会有女子在外面乞讨? 不如起床去看一看, 咱们家虽然不富裕, 挤碗饭还是能拿得出手的。 妻子李氏也是心善之人, 当即点头翻身下床。 夫妻俩点着油灯, 打开了院子的大门往外望, 只见门外空荡荡的毫无人影。 正在夫妻俩转身要关门的时候, 那道女生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她们侧耳一听, 循着声音来到了院中的水井旁, 将井盖揭开一看, 只见满满的一池井水, 在两人望过去的时候, 渐渐发生了变化。 原本井水中倒映着一轮弯弯的月亮, 此刻那月亮渐渐散开而去, 一个长得美貌端庄的女子身影倒映在了水中。 那女子正坐在一间密室里, 双眼直直地望着前方。 张屠夫夫妻不由地生出了一种错觉, 仿佛女子在一瞬间穿越了时空, 来到了她们的面前。 我好饿呀, 给我一点吃的吧。 这句话清晰地从水井中传了出来。 这样奇异的景象, 让水井边观看的两人呆住了。 这女子到底是什么身份? 是人, 是鬼, 还是妖? 不管她是什么人, 两人都知道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 那女子如此叫唤, 应该是很久没吃过东西了吧。 同为女子, 李氏看到她的模样不由地心酸起来。 相公, 不如咱们把那饭菜送一些给她吃吧。 不知怎地? 看到她这样子, 我心中难受得紧, 仿佛咱们曾经认识过似的。 娘子的话正是为夫想说的。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 说不得她真的是曾经认识过的人, 如今这番异想, 想来是上天给我们的启示吧。 既然如此, 也无需多想, 真假如何一会儿便能得到验证。 随后, 夫妻两人回到了厨房, 将厨房中的肉食挑了满满一碗, 又成了一碗白米饭。 他们将米饭装到一个木桶中去, 随后把那桶放在了水井中, 原本应该漂浮在水上的木桶, 此时却突然直直地往下沉去。 那水桶就这样一路下沉, 来到了井中女子的面前。 女子很快打开了面前的桶盖, 端出了那碗肉食和白饭, 吃了起来。 吃完之后, 她满足地感叹一声, 三百年了, 终于能吃上一餐饱饭了。 也不知道是谁好心给我送食物。 若是以后能逃脱此地, 我以龙族的身份发誓, 李玄玉必然会报答于她。 她这句话说完之后, 水井中的景象突然消失了, 又变成了先前水中映月的模样, 而先前沉下去的木桶, 自动浮上了水面来。 张屠夫拿过水桶, 夫妻俩悄悄地打开房门回屋睡觉去了。 通过刚才水井中女子的自语, 她们大致得到了两个消息, 女子的名字和身份。 想到这儿, 俩人不由地高兴起来。 龙王爷的故事他们听了不少, 真龙却很少有人见过, 没想到新洼的水井下面 竟然住着一个龙女。 那他们家的井水 岂不是也沾了龙气? 怪不得一家人喝了那水之后, 这几日总觉得神清气爽的, 身子骨也往比以往强壮了许多。 如此想来, 龙女对他们的帮助可真是太大了。 自觉受了恩惠的夫妻俩决定, 以后每天晚上都给龙女送饭时, 可不要再让她饿着肚子才好。 天亮后家中的三个孩子醒来后, 夫妻俩询问他们晚上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儿子和女儿都摇了摇头, 他们睡得可乡了, 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 夫妻俩后来发现, 龙女的声音只有他们能听到, 家中的孩子既听不到, 也看不到水井中的景象。 也许是龙女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藏身之地, 既然如此, 他们是应当帮着保密才好。 从此之后, 这件事情两人再也没向其他人透露。 李玄玉身为龙族, 为何被关在水井之下? 这一段往事还要从三百多年前说起。 当时李玄玉还是东海的一条小白龙, 有五百年的道行, 已经能化为人形。 在东海游历的白龙, 在端午节那一日好奇地来到了一处大江中, 那里正是赛龙州的河段。 城中的许多达官贵人, 书生小姐都站在附近看热闹。 其中, 有个书生名叫张安泰, 当时因为岸边人太过拥挤, 一不小心被人挤下了江中。 岸边的众人顿时一阵连忙呼喊, 他们都不会游泳, 可不敢下水救人。 张安泰以为自己将命丧于此, 可就在他即将沉到河底的时候。 一个白衣女子从远处飞速地游过来, 将他拖上了岸边。 女子长得面白如玉, 气质高雅, 身上带着一股飘逸出尘的气息, 仿佛九天上掉落凡尘的仙子。 因为不想和他人碰面, 他将张安泰就上来的地方比较偏僻, 等他醒过来后, 女子便要告辞离去。 张安泰却将人拦住, 一再邀请女子到家中做客, 以表感激之情。 李玄玉推迟不过, 加之也想在人世间游玩一番, 当下便爽快地答应了。 他这一去, 也因此为自己引来了一场劫难。 张家原本只是一个普通之家, 为了供儿子上学, 更是显得捉襟见肘。 张安泰年方十八岁还未婚配, 因为人长得聪慧俊俏, 受到学堂老师的欢迎。 这引起了学院一些富家公子的不满, 这些公子时常用他的吃穿住行息落于他, 明里暗里都直言他是穷光蛋。 这让自尊心很强的他感到非常的难堪。 一心要出人头地, 往后将欺负他的人狠狠地踩在脚下, 好出心中这口恶气。 心中藏了这样心思的张安泰, 从此面上便把喜怒哀乐隐藏了起来。 平时都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 他这番心机却也没白费, 学院的先生从此更加照顾于他。 龙女李玄玉和他接触之后, 也觉得此人乃是一个翩翩君子的形象。 张安泰看李玄玉长得貌美, 便向他打探家事。 当得知他是孤女一个, 还未婚配的时候, 心中不由暗喜。 从此之后大献殷勤, 让没有和人类打过交道的龙女芳心暗许。 张安泰很快便向他求婚了。 李玄玉从小在海中长大, 平常打交道的都是各种海族。 彼此之间有没有弯弯绕绕的心思, 因此这性子养得很是天真。 在和张安泰认识一个月后, 两人结为了夫妻。 村中的一众青年看到后都羡慕不已。 庭里都没花一分, 反倒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 真的是好福气啊! 夫妻俩刚成婚的时候, 倒是恩爱非常。 媳妇孝顺公婆, 体贴丈夫, 把家务活打理得整整有条, 全家人都很满意。 只可惜这样的幸福维持了一年之后, 因为李玄玉身份暴露而反目成仇了。 他们成婚两个月, 李玄玉便被诊了身孕, 孩子也是在十月之后顺利地降生。 不过这个孩子一生下来, 产婆差点被吓死, 原来孩子的头上竟然长了两个小脚。 之所以这样, 是孩子的身上流着龙族的血脉, 因此身上也呈现出了一些龙的形态。 随着他年岁增长, 以后对血脉之力的掌控能力增强, 这一对小脚也会渐渐消失, 变得和常人无异。 这种秘文对凡人来说却是不得而知。 在产婆看来, 张家的媳妇是生下一个妖怪了, 于是便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 李玄玉当时一看不对劲, 连忙对着产婆施展了一个法术, 消除了他的记忆。 这件事情才没有传扬开去, 不过张家的人却再也瞒不过去了。 他此刻刚生下孩子, 正是身体最虚弱的时候, 倒横一下倒退了一百多年。 那头上竟然也长出了一对龙脚来, 张家全家人看了差点吓得半死。 张安泰强忍着心中的恐惧, 指着李玄玉问道, 你是何方妖怪? 咱们无冤无仇, 你为何化形欺骗于我? 李玄玉听后连忙解释自己的身份。 在他想来, 龙族在人间算是祥瑞之物, 丈夫知道后一定不会责怪他才对。 相公, 我先前没向你坦白身份, 自以为咱们两情相悦, 其他的都不重要。 没想到让全家如此担忧, 还请你原谅我一次吧。 可他这一番心意却是白费了, 张安泰听了他的话后更是暗恨不已。 他可不想和身形长得像怪物的龙成婚, 全然忘了之前李玄玉曾经救他一命。 叶公如此爱画龙, 见到真龙的时候反倒吓个半死, 更何况只把龙当成故事来听的一家人。 全家从此日日恐惧非常, 对着母子两人再也喜欢不起来。 张家有心把母子俩赶走, 又怕龙女发威, 到时候一生气, 把他们害了可就不得了。 他们如此, 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李玄玉看到一家人如此也非常难过, 尤其往日恩爱的丈夫, 用看怪物的眼光对待母子俩, 更是让他心痛非常。 他原本打算等孩子长大一些, 若丈夫还不能接受, 就带着孩子回到东海生活。 可谁知张家人的做法却让他绝望了。 就在孩子满院那一天, 张安泰端了一碗鸡汤来到他面前。 娘子, 我前段时间一直转不过弯来, 迁怒于娘子。 其实, 不论娘子是什么身份, 只要彼此心中还有情意在, 没有什么难关事过不去的。 李玄玉听后欢喜地流下眼泪, 丈夫终于想通了, 想必公公婆婆也会原谅她的。 于是在一番甜言蜜语的攻势下, 她毫无防备地喝下了那碗鸡汤。 鸡汤喝下去之后, 她发现了不对劲, 全身的法力竟然无法运转起来。 就在她惊疑不定出口询问的时候, 只听一个老道士哈哈大笑地走了进来。 踏破铁鞋无觅处, 来得全不费功夫。 贫道也曾听闻过龙族, 却从没有得见真面目。 今日在张公子的帮助下, 才得以依了心愿。 咱们互相合作, 必能很快在这城中打出名头, 张公子想必很快也能升官发财了。 此时李玄玉才知道自己中了圈套, 很快孩子便被抱走了。 张安太和老道士逼迫他献出龙族的精血, 他们用这些血制成药丸, 专门帮达官贵人治病, 很快就赚到不菲的钱财。 张家有钱之后就到城中买了一处房子。 张安太又娶了一个富家小姐为妻, 一年后生下了一个胖小子。 至于李玄玉和孩子则被关在了老宅之中不见天日。 张家人对外谎称, 母子俩都病亡过世了。 老宅中除了母子两个, 又多了一家三口人。 两个大人和一个一岁大的孩子。 这一家人丈夫名叫王武, 妻子名叫刘月娥。 他们原本是一对贫困人家, 因为儿子生了重病, 两人决定卖身救治。 张安太趁机让他们牵下了卖身器, 又用龙穴救了他的儿子。 他为何如此好心? 原来, 李玄玉和孩子毕竟还是要人照顾, 为了不透露, 风生, 便买下一家三口。 有卖身器在手, 他们也不敢随意透露秘密。 夫妻俩刚看到李玄玉母子的时候, 也很害怕。 后来知道他们是龙族, 自家孩子还是喝了他的血之后才能救活。 心中对他非常的感激, 平日里对母子俩人照顾得很好。 并不与异类的眼光相待。 李玄玉看到两个孩子一起玩耍, 暗自感叹, 以后有机会必定会报答他们的。 龙女虽然法力备制, 可她的神府之中暗藏着一把神兵。 这神兵乃是一把宝剑, 她已生出灵制。 这一年多来, 神兵不停地吸收药力, 如今已经将近尾声。 最多一个多月, 李玄玉便能脱困。 到时候, 他就带着儿子返回东海, 从此之后和张家不再有纠葛。 可谁知乌漏缝连夜雨, 船池又欲打头风。 就在这紧要关头, 又生出一桩祸事来。 话说, 张安太后娶了一个富贵人家的小姐做妻子。 她进门后, 很快便把持家务, 当家做主, 为人很是精明能干。 张安太对新夫人很满意, 只除了一样, 就是这夫人太过善妒, 她想那个小妾都不行。 老宅暗藏了李玄玉这个秘密, 张安太时常会过来看一看, 以免出什么意外。 这件事情很快被随从报告给了新夫人。 新夫人一听暗道不好, 莫非丈夫在外面金屋藏娇不成。 她这一日派人偷偷尾随来到这屋子, 那家盯偷看到了两个小孩在玩耍。 李玄玉的儿子随着年岁的长大, 头上的小脚已经缩小了许多。 家丁人一时之间也没有注意到。 当她得知这孩子是屋中女主人的孩子后, 很快便回去报告给了夫人得知。 夫人听后期的火冒三丈, 当即吩咐家丁把那孩子抱回来给她看一看, 也好下一下丈夫的脸面。 两天之后, 五个随从便闯进了屋中, 把孩子强行抱走。 张家的老宅原本就离江边不远, 孩子离了母亲顿时哭闹不已。 一个家丁不耐烦地举着她说, 你若敢再哭, 就把你扔到这河水中去。 原本只是想吓唬吓唬她, 孩子一听却哭得更加厉害了。 不停地用手推着那家丁, 她只觉得手臂一痛, 不由地松开了举着孩子的双手。 只见扑通一声, 孩子顿时掉入了栏杆之下, 很快消失在了滚滚的江水之中。 几个家伙吓得面如土色, 毕竟是一条人命啊。 另外几人埋怨道, 李二, 你吓唬她干什么? 连一个一岁的孩子都抱不住, 回去之后看你怎么向夫人交代。 李二听后也是欲哭无泪, 这孩子力气怎么这么大? 自己可真不是故意把人丢下去的。 他们又哪里知道? 李玄玉的孩子有一半是龙族的血脉。 龙族除了法术之外, 更是拥有一身强悍的肉体力量。 这孩子虽然长得小, 可种族天赋在那摆着呢? 家丁一时大意之下, 可不就给他挣脱开了去。 尾随而来的王武夫妻, 看到这一幕也是吓得魂飞魄散。 滔滔的江水很快淹没了孩子的身影, 两人泪流满面地跑回老宅, 将事情告知了李玄玉。 李玄玉听后着急不已, 他的着急和其他人的着急却不一样。 孩子拥有龙族血脉, 到了水中自然如鱼得水, 无论如何也淹不坏的。 龙族的孩子生下来之后, 脑海之中都拥有了父母传给他们的一些记忆, 好方便他们日后修炼。 这孩子入水之后肯定会往东海游去。 母亲留给他的记忆中, 那里是龙族的故乡之地。 在海中可和这大江大河不一样, 除了龙族之外, 还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魔兽精怪。 他们可并不全都是会给龙族面子的。 孩子现在年岁还小, 又如何能斗的? 若是碰到那些心存歹意的, 到时候岂能有性命在? 时间紧迫。 李玄玉赶紧催逐体内的神兵宝剑, 快点吸收体内的药力。 好早日恢复法力, 赶去寻找孩子。 神兵得了主人的吩咐, 使尽了全力, 终于在两天之后, 让李玄玉恢复了神力。 李玄玉恢复法力之后, 用密法帮王武夫妻解除了卖身器, 又化为龙身带着一家三口飞行了一百多里。 将它们放在一处大陆旁边, 龙爪随意指了一棵大树开口道, 在那棵大树旁挖下半丈, 下面有一个宝箱, 那宝箱如今已是无主之物。 你们拿着它好好买田置地, 从此之后不用再给他人为奴为婢了。 双方告别之后, 李玄玉化为龙身, 追随着儿子的气息来到了东海之中。 这一追就追到了一头老骄的地盘上。 老文赶到有龙, 闯入之后很快从海底洞府游了出来。 他看到李玄玉后笑道, 白龙,这可不是你的地盘。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李玄玉怒问道, 老骄,这里有我儿子的气息。 你到底把他怎么了? 快点如实招来,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老骄一听乐了。 白龙, 没想到你竟然和人类生下了孩子。 你们龙王知道吗? 我猜他不知道, 否则早就把你抓回去关禁闭。 那小龙倒是来到过这里, 不过他很快就游走了。 你往别处找去吧。 我老人家还不屑于对那么小的孩子出手。 龙女听了他的话之后, 点了点头很快离开。 他在老骄的身上没有感应到血脉的气息, 孩子应该不在他这里。 龙女在这大海中找啊找, 可却如何也找不到自己的孩子。 时间一长, 他的心中不由慌乱起来, 许多不好的念头不停地在脑中闪现。 这一番胡思乱想之下, 让他变得暴躁不已。 在附近的鱼儿仿佛感到危险似的, 很快离开了这片区域。 随后一阵高昂的龙吟声 在深海的某一处响了起来, 那声音中有焦躁, 有悲愤, 更带着一种绝望。 只见白龙一阵横冲直撞, 那力敌千钧的尾巴 将附近的海底岩石拍得粉碎。 因为这件事情, 还在海底的精怪之中 衍生出了许多八卦来。 按附近海螺经的说法是, 白龙是新月龙王家的五太子, 结果求而不得, 于是跑到他们这里发疯来了。 章鱼精却否定了这个说法, 我觉得白龙喜欢的应该是二太子才对。 海螺经, 老乌贼, 八爪鱼, 海马王。 几只海怪都把头转向了他, 仿佛在询问有什么依据。 只听章鱼精洋洋自得地说, 这是我细心观察得来的结论。 龙族的二太子前两天刚刚办完喜宴, 白龙应该也去参加了。 自己的一中人结婚, 新娘却不是自己。 你们想一想, 这白龙能不伤心难过吗? 一众海怪听后觉得太有道理了, 白龙先前的叫声可不就包含有几种情绪吗? 这个解释倒是说得通, 章鱼精真的太聪明了。 路过这里的老骄, 听了这几只的八卦差点笑破了肚皮。 他转了转眼珠子后游了过来。 你们都猜错了。 我有最新的消息, 绝对比你们刚才所说的震撼多了。 众怪一听顿时感兴趣, 连忙催促他快说。 老骄却笑而不语, 只往前面伸出了一只前爪。 几只海怪一看这栋坐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 老骄又在卖消息了。 不过他们也不在意, 只要这个消息引人关注, 这些钱财他们很快就会赚回来。 几只海怪随后在老骄的面前扔出了各式各样的宝物。 有美丽的珍珠, 有珍贵的珊瑚, 还有海底的宝石。 他们这些宝物可和普通的珠宝不一样。 这些东西里面蕴含着灵气, 可以辅助精怪修炼。 虽然作用不是很大, 可有总比没有的好吧。 老骄收了钱财之后很有职业道德, 当即把白龙心情不好的原因告知。 几只海怪顿时瞪大了眼睛, 天哪白龙竟然和人类生下了孩子。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脸上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随后又不约而同地分别往一个方向行去。 很快在有精怪聚集的地方, 时常能够看到他们几个的身影。 只听他们对着附近的精怪说道, 你们知道白龙的消息吗? 等一众精怪感兴趣的时候, 同样的一幕出现了。 有爪子的伸一伸爪子, 没有爪子的, 用法术幻化出一只爪子摊在面前。 看过的都懂, 这是要收费的意思了。 于是大家有样学样, 很快白龙和人类生孩子的消息, 就在海底飞野式地散开了去, 传到了龙宫里。 龙王得到消息后运转神力, 一会儿便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他连忙又派出了两条白龙, 赶快去把李玄玉带回来, 再让他惹祸下去, 恐怕他性命不保。 李玄玉惹了什么祸? 龙王为何如此说? 找不到孩子的龙女心中, 愤怒不已, 飞离海面就要去找那张安太报仇。 都是他惹的祸, 若是自己不救, 他就好了。 他越想越生气, 越气越委屈, 于是不游地停在了云端又哭了一阵子。 他这一哭地下的村民可就遭了殃, 一阵阵倾盆大雨直交而下, 那稻田里的稻谷被打得东倒西歪, 骨碎都被打掉了许多, 本地的河流一时间暴涨, 淹没了三百多亩农田。 等两天水退下去之后, 村民们看着田里的庄稼欲哭无泪, 他们的庄稼要减产了。 那一年附近几个村庄, 许多村民饿着肚子, 幸亏第二年仍是风调雨顺, 他们才渐渐缓了过来。 那天的事情过后, 众人都觉得好奇怪, 那雨仿佛专门挑着他们几个村庄下, 十里外的村庄却安然无事。 村民们又赶紧拜了一下龙王爷, 千万请他老人加息怒。 幸亏最后两条白龙及时赶到, 把那李玄玉抓回了东海, 否则村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 国有国法, 家有家归。 李玄玉似通凡人, 降下暴雨损害了三百多亩农田。 龙王爷在那里的一处山脚下降下了一座水井, 用作镇压白龙之用。 白龙须在下面忏悔, 等到时机到了之后, 再用功德化解自己的劫难。 李玄玉跪在龙宫接受了惩罚。 龙王叹息说道, 李玄玉, 你不要觉得本王无情。 天上的仙子私通凡人, 玉帝也照罚不悟。 本王自然也不能逊私。 李玄玉含着泪低头认罪, 是白龙让陛下为难了。 都怪我太过轻信他人, 才得了如今的下场。 只是可怜了我的孩儿, 不知陛下能否帮忙寻找。 龙王听后笑道, 那孩子有他自己的造化。 他那一日在海中乱游一通, 竟然遇到了蓬莱仙岛。 你也知道, 仙岛上面住着福禄寿三位神仙。 如今孩子正跟在他们身边修行, 等你劫难完成之后, 母子自有相见之日。 李玄玉一听, 顿时满脸惊喜之色, 就算被罚几百年禁闭, 也不再放在心上。 孩子能跟在几位老神仙的身边 真的太好了。 那可是能复盘陶会的仙人, 法力广大。 能得到他们的教导, 这孩子以后的前程也差不了。 从此之后, 李玄玉便被镇压在了龙井之下。 他当初流泪害的村民们受灾, 等到时机到后, 也要降下雨水帮助村民丰收。 如此一来方才有始有终, 能够地脱节难。 原本他被镇压在地下无法进食, 也没有人会给他送食物。 张屠夫一家之所以能看到李玄玉, 是因为这背后有一个人在出力, 那就是李玄玉的儿子李如松, 孩子跟了母亲一个姓。 这孩子跟随三位仙人修行, 道法日益精进, 如今已有将近三百年的道行。 李玄玉所在的那处水井, 随着年久日深, 战乱频繁。 后来被一场泥石流堵死, 那口水井便深埋地中, 直到张家盖房子后才把它挖出来。 张屠夫和妻子就是王武夫妻的转世, 两人当年得了白龙的指点挖出了那箱财宝, 之后找了一处没人认识的村庄落户, 从此过上了富贵人家的生活。 家中的孩子后来读书识字, 考上了秀才, 一家子的门风也渐渐改变了。 全家人对李玄玉非常感激, 一心想报答于他, 可后来却再也打探不到母子两人的踪迹了。 经过几次的轮回, 这一次两人又有性结为了夫妻, 并在院中挖出了古井。 李如松希望借助两人的关系, 让母亲在最后的日子中吃饱饭。 虽说修行无需进食, 可李玄玉当初为了生下孩子, 道横道退了不少。 他修行的年岁并不是很长久, 平日能够忍受饥饿不吃饭, 可心中还是会难受的。 儿子看到母亲如此自然于心不忍, 从前没有人发现古井道也罢了, 他也不能轻易干涉。 如今张家和母亲之间原本就有因果之联系, 有他们出手在稳当不过。 张屠夫一家这食物一送, 就是送了十年。 他们这样自然瞒不过家中的儿子, 媳妇,两个儿子倒也罢了。 这媳妇刚进家门不久, 总觉得爹娘这样纯粹浪费食物, 心中有时也会生出不满来。 那一年春耕, 往年阴雨绵绵的春雨没有如约而至。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上的日照越来越猛烈, 池塘里的死鱼渐渐变多了起来。 许多曾经经历过灾荒的老人, 面色渐渐变得紧张严肃起来, 今年恐怕将会有大旱。 他们农户人家就是靠天吃饭, 这平日的粮食收成只够一年吃的, 根本就没有存下什么粮食。 若再遭遇天灾, 只能逃荒去了。 逃得过得继续活下去, 逃不过去只能怪命不好。 自从预感有大灾之后, 村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 至于下地干活也不用指望了, 渐渐地连喝的水都不够用了。 张屠夫家那一口水井原本满到井口, 如今已经快看到井底了。 村长带着大家祭拜了龙王爷, 祈求他老人家慈悲, 给他们村庄来一场大雨吧。 也不知道是他们的前程感动了上天, 还是老天爷原本就是要下雨。 就在村民们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张屠夫家的那口水井发出了一阵清脆的龙鸣声。 随后,一条白龙从井中冲天而起, 原本纤细地身形。 遇到风云之后化身成几十丈的龙身。 白龙一阵飞舞翻腾, 搅动着半空中的风云。 渐渐地, 山村的上空具挤满了密布的乌云, 暴雨眼看就要下来了。 村民们看后都惊呆了, 只听一个老者激动地开口道, 龙王爷派出白龙来就咱们的了, 大家伙赶快回去拿出东西接水吧。 村民们一听顿时四散而去, 也许这场雨会下很大, 也用不着再接水了。 可刚刚被干旱威胁的他们, 还是觉得多接一点水才有安全感。 等大家刚准备好的时候, 黄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了屋檐上。 随后一阵欢声笑雨村庄的上空飘荡。 下雨了, 庄稼有救了, 他们不用去逃荒了。 这场大雨一连下了两天两夜, 池塘里的水灌满了, 张屠夫家的井水又回到了井口的位置。 当大家向张屠夫打探水井原油的时候, 两个媳妇顿绝的面上有光, 一改往日抱怨的模样, 与有荣烟地将爹娘往日所作所为说了出来。 村民们听后不由地赞叹张屠夫夫妻有眼光。 俗话说, 京城所至, 今时为开。 一定是张家十年如一日地送饭感动了白龙。 他们却不知道, 这一场缘分从几百年前就开始了。 白龙李玄玉度过劫难后返回了东海, 三百年后, 母子两人也终于能团聚了。 张安太一家在母子两人离开之后渐渐没落下去。 他们先前用龙血帮人治病, 获得了名声和财富。 当李玄玉离开之后, 老道士见机不对悄悄溜走。 后来在又一次骗人的时候被抓捕归案, 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张安太脱家带口, 的确是轻易离不得故土。 后来, 一些有权势的人家来找他治病, 他已经没有龙血了, 只能拒绝。 那些人却不相信, 以为他偷藏了药丸留着自家用。 从此之后张家就遭了殃, 接连有那良上君子上门翻箱倒柜寻找药丸。 药丸倒是没找到, 却把张家暗藏钱财的地方给翻了个遍。 几次之后张安太一家变成了穷光蛋。 妻子一看, 和这男人过不下去, 当下带着儿子回娘家去, 据说不久之后又改嫁了。 张安太得罪了权贵家财, 又家到中落, 后面的日子过得很是贫困。 白龙救了张安太的性命, 最后心悦于他, 嫁给他做妻子。 张安太却因他隐瞒身份而心生怨恨, 全然不顾当初的救命之恩。 最后还伙同外人算计白龙, 用龙血谋取名声和钱财。 等失去白龙之后又跌落凡尘, 被打落尘埃。 他的这一番遭遇倒是印证了一句话语,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时候一道全都给报。 二妹刚生下来, 就被我奶扔到后院。 当晚我亲眼看到 几条野狗把他分吃了。 我妈月子里把眼哭瞎了。 我爸嫌弃我妈生不出儿子, 离婚后又娶了别的女人, 没几年成了爆发户。 直到十八年后, 我那同父异母的弟弟 带回来一个女朋友。 她亲切地拉住我的手, 眼里笑一森森, 姐姐, 你长得真像我亲姐姐。 我妈养水破这天她正在地里插秧, 烈日当空, 她艰难地弓着腰, 突然疼得一屁股坐在了水田里。 我奶和我爸用拖拉机把她送到了镇上的医院。 医生说我妈这胎太大, 可能会大出血。 我乃赶紧问, 医生啊, 我儿媳妇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爸也跟在后面说, 如果是男孩就保小, 如果是女孩就保大。 医生沉默了片刻, 只说我们尽力。 十个小时后, 我妈被推出来, 脸色苍白如纸, 像丢了半条命, 护士小心翼翼地抱着婴儿, 高兴地向我爸我奶说, 恭喜, 是个千金。 我奶当时脸就沉下来, 扭头就走。 我爸看了一眼孩子, 半天也没挤出一个笑容。 我妈出院后, 我奶和我爸背着 她商量把二妹送给别人抚养, 他们托人在邻村问了个遍, 也没找到领养人。 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穷, 家里孩子多, 粮食少, 根本不稀罕女娃, 认为女娃是赔钱货。 二妹得了黄胆病, 整夜整夜地哭闹。 我妈毒奶, 加上侧切伤疤发炎, 大出血, 身体虚弱, 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我奶不顾我妈劝阻, 把二妹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说三伏天的太阳能杀毒。 不到半个小时, 二妹的脸就被晒得通红, 啼哭声也越来越小。 我看不下去, 偷偷把二妹抱进了屋, 我奶上来就狠狠凝了我一把, 死丫头, 你长本事了, 谁叫你抱进来的。 她对着我一顿拳打脚踢, 我是个女娃, 刚生下来的时候, 我乃打算把我扔井里溺死的。 她刚走到井边, 我就哇哇大哭, 吓走了她脚边的一条毒蛇, 算命的阿婆也说我命格好, 以后会给家里带财, 她才没对我下手。 我妈接过二妹, 心疼得眼泪直流, 月子里的女人最无助, 她只能从床上爬下来, 跪着磕头, 求我奶把孩子送医院。 我奶踢手, 把孩子夺过来, 一脚把她踢开, 哪家小孩没得过黄胆病, 怎么不见人家往医院送呢? 闲家里钱多够造的是吧? 第二天, 二妹身上的黄胆越来越严重, 呕吐, 两眼邪适, 浑身不停抽搐。 我奶直接把二妹扔到锅里, 灶台下放满了柴火, 她说农村的偏方, 在热水里夹仓耳子, 把婴儿放进去泡上一个小时, 黄胆病就能好。 夏天厨房热, 她点燃了火把门一锁, 摇着蒲扇到村东头打麻将去了。 我趴在窗户上, 看灶台下的火越烧越旺, 锅里的水沸腾冒烟, 二妹的脸被煮得发白, 传来一股肉香味, 意识到不妙, 赶紧去叫我妈和我爸。 爸,爸,你快醒醒, 快救救妹妹, 她快被烫死了, 求求你了,爸。 我在床边哭喊, 我爸喝醉了酒, 把我一脚踹倒, 嘴里还骂骂咧咧, 赔钱货,死了干净。 我妈病得昏昏沉沉, 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 我只好跑出去喊邻居帮忙, 正巧碰上三叔来我家借米, 她见我神色慌张, 盲问,丫头, 怎么了? 快救妹妹。 我哭得快, 没有力气了。 三叔踹开厨房门, 把二妹从开水里捞出来的时候, 她已经被开水煮熟了。 我抱着二妹小小的身体, 看着这坨煮熟的粉肉, 瓦地一声就吐了出来。 我妈怀二妹的时候, 孕反严重, 吃什么吐什么, 遭了不少罪, 三叔还帮她找过偏方。 她看了眼二妹, 眼睛逐渐湿润, 多俊的孩子啊, 怎么吓得去手? 不怕遭报应吗? 找快递买了吧, 下辈子别投胎到你家来了。 三叔是个好人, 她家里七个闺女, 个个都养得白白嫩嫩的, 她经常和村里人说, 闺女是贴心的小棉袄, 村里人嘲笑她没儿子, 她也不放在心上。 我和二妹要是她的孩子就好了, 想到这里, 我鼻子一酸, 到前屋拿了把锄头, 把二妹埋在了菜园的西北角。 二妹死了, 我不敢告诉我妈, 怕她受不住打击, 我爸酒醒后, 听到连个表情都没有, 我乃嫌弃我脏了她一块地方。 我半夜起来到屋后上厕所时, 迷迷糊糊看到几条野狗围在一起啃骨头, 走近一看, 野狗脚下踩着一个婴儿的头颅, 鼻子嘴巴都没了, 还剩一个眼珠子。 野狗朝我狂吠两声, 我吓得尿了裤子, 逃命一般往大门跑。 后来我才知道是我乃把二妹的尸体挖了出来, 扔在了后院, 她不知从哪里听说的, 死去的女婴被野狗分食, 下一胎就能生男孩。 我受了惊吓一病不起, 我妈在月子里哭瞎了眼。 我乃不把我送到医院, 反而请村里的神婆到家里, 神婆在我床边放了一碗水, 朝碗里竖了两根筷子, 嘴里咕弄咕弄念了几句, 一撒手, 筷子就比植地站在水里。 神婆眼里闪过惊恐之色, 你家可是死了什么人? 我乃支支吾吾地说, 方儿刚生下那孩子, 得黄胆病夭折了。 神婆脸色阴沉, 瞎说, 夭折的孩子哪来这么大的怨气? 我乃只好说, 孩子不小心掉进洗脚盆里淹死了。 神婆将信将疑, 从身上背的布袋里, 掏出一个狗牙拴在我的手腕上, 又从厨房咬了一把糯米撒在我的床前, 嘴里叽叽咕咕念着咒语。 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 我竟然退烧了。 神婆走之前把我乃和我爸叫到一边, 说二妹怨气太重, 已经成了凶煞, 并且带着记忆投胎, 一旦成年, 必会回来报复。 他还对我爸下了诅咒, 我爸这辈子都不会有儿子, 就算有儿子也会不得好死。 我爸不相信神婆前面的话, 却坚决认定我妈再也生不出儿子, 扭头就去法院起诉离婚。 离婚后, 他就和村长的女儿结婚了, 原来在我妈怀孕这段期间, 他就和村长女儿就搞在了一起。 村长把他安排到矿上, 没多久他成了爆发户, 在城里买了房, 还生了个儿子。 我乃高兴得何不拢嘴, 抱着大胖孙子到处炫耀, 逢人就说他现在的儿媳妇望夫。 我爸的事业越干越大, 也许顺应了我招财的预言, 那年, 我爸硬要把我接到身边抚养, 我妈瞎着眼追了我几里路。 坐在汽车里, 看着渐渐远去的稻田, 我的脑海里回想起神婆说的那句话, 凶煞成年, 一定会回来报复, 我弟从小就很倒霉, 平地走路摔骨折, 被高空掉下来的花盆砸成脑震荡, 诸如此类, 屡见不鲜。 我爸也意识到不对劲, 就给村里捐款修了一口八卦井, 井深十八米, 井上刻着二昧的生辰八字。 可是事情并没有好转, 十八岁生日宴这天, 我弟和他那群狐朋狗友在酒吧嗨到半夜, 回家的路上掉进了画愤池里, 差点尸骨无存。 我乃惊魂未定, 请阿婆来看, 阿婆说我弟受了凶煞的诅咒, 活不过十八岁, 除非早早地娶一位命硬的女子替他挡灾。 于是我乃到处找命硬的女子, 把他们的八字送去给神婆, 神婆看了直摇头, 把我乃急得不行。 直到半个月前, 我弟带回来一个女孩, 她比我弟大一岁, 和我那死去的二妹同龄。 她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 乍一看天真可爱, 看久了好像能把人吸进去似的, 让人毛骨悚然。 她亲切地握着我的手, 姐姐, 你长得真像我亲姐姐。 她问我的名字, 我说, 我叫王昭帝。 她嘴角挤出一个笑容, 眼底有悲悯之色, 我叫谢景果, 取的是金果不让须眉 那个金果的谐音, 我妈说男女平等。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神婆算了谢景果的八字, 说她就是那个命硬的女子。 谢景果是家中妖女, 上面还有一个姐姐, 父亲早逝, 母亲独自一人把姐妹俩拉着打。 起先我乃不同意, 觉得谢景果家庭条件太差, 配不上我弟。 谢景果把币抄单扔到桌子上, 不哭不闹, 不胡搅蛮缠, 沉静地说手术费, 营养费加上精神损失费一共两万三, 结清了我就和迦勒一刀两断。 迦勒是我弟, 他看到毕抄单一脸愕然, 果儿, 你怎么怀孕了都不告诉我。 他紧紧攥着谢景果的手, 站起来对我奶说, 爸妈, 奶奶, 我非她不娶, 你们要赶走她, 就是逼我去死。 我后妈, 也就是兰姨打小宠爱这个心肝宝败, 一听到死字只好妥协, 给我奶平平使眼色。 我爸倒是没什么意见, 只要谢景果能生儿子就行。 两万三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这几年, 我奶用钱打发过的女子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但是这次我奶却犹豫了, 她觉得这个女子不贪财, 不拿孩子要挟, 不是个好掌控的。 我站在角落里, 手里拿着高脚杯, 轻轻摇晃血浆一样的红酒, 谢景果这个女子不简单, 没有硝烟, 就结束了一场战争。 神婆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 她脸上的烧伤用纹身掩盖, 看起来有些骇人, 眼角的褶皱越来越深, 比我记忆中苍老了不少。 我记得三叔说过, 神婆曾是我们家的邻居, 十几年前, 不知怎地家里遭了大火, 她的儿女和老公都葬身活海, 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 从此孤零零地住在村子边的破庙里。 村民们去拜土地神, 顺便拜她, 久而久之, 她就成了神婆。 神婆把我拉到屋里, 从怀里掏出一个三角黄浮色给我, 你二妹就要回来了, 这个你拿好, 能保你平安。 阿婆,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当年我家遭灾, 我一个人住在破庙里, 是你妈经常带馒头, 米粮来接济我, 你妈是个好人, 可惜, 提起我妈, 我心里就一阵酸楚, 我妈下了以后就被我爸扔在农村老家, 他们刚离婚那几年, 通信不发达, 我爸不让我回去找他, 我只好偷偷给三叔寄钱, 托他照顾我妈。 我收下了黄浮, 对神婆说, 你和三叔都是我的恩人。 神婆不以为意地笑笑, 丫头, 你真以为你三叔是好人? 我有些茫然, 正要问他为何这么说, 我爸就扶着我乃走进来, 我乃往沙发里一坐, 两手交叠放在拐棍上, 九妹, 你帮我算算我这个孙媳妇肚子里怀的, 是男孩还是女孩? 神婆微微一笑, 天机不可泄露。 我乃十项地从怀里掏出一打钱, 放在茶几上, 这几个月劳烦神婆多跑几趟, 等诅咒破了, 还会有酬金。 我弟的婚期定在三个月后, 谢景果办理了修学, 待在我家专心养胎。 他个子高挑, 乌黑的长发, 一身的书卷气, 不知怎么看上我弟那个混世魔王的。 听我弟说, 谢景果高中时期就经常遭受校园霸凌, 我弟带着一群的脾流氓英雄救美, 那时候谢景果是学霸, 未成年不敢谈恋爱, 上了大学后, 两个人才在一起。 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谢景果居然愿意为了和我弟结婚, 未婚先孕, 放弃学业。 这天, 谢景果坐在二楼的平台上看书, 我遛狗回来, 路过二楼和他打招呼, 我的小黑狗突然朝他狂吠不止, 吓得他站起来, 依靠在栏杆上, 一向镇定的女孩眼里泛起恐惧。 我踢了踢小黑的屁股, 再叫把你炖了吃了, 然后朝他抱歉地笑笑, 你怕狗啊。 谢景果伸手擦去脑门上的汗珠, 解释说, 小时候被狗咬过, 有阴影。 家里的保姆接过狗绳, 把小黑带去喂食了。 我在谢景果旁边坐下来, 我也怕狗, 小时候我妹就是背, 但我这个人一身反骨, 越是怕, 我越要养。 谢景果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 我听迦勒说, 咱爸给村里捐了口八卦井,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我下得手里的茶杯掉在地上, 一边弯腰, 剪, 一边说, 那井挺邪门的, 你怀着孩子最好别看。 我乃和我爸说, 等谢景果把孩子生下来, 如果是个男孩, 就奖励他一栋别墅, 如果是女孩, 就按照市的习俗, 给他一万一彩礼, 算作百里挑一。 谢景果听到后, 只是勾起嘴角笑笑, 他似乎对我爸捐的那口井 更感兴趣, 老是缠着我描述井的细节。 我就随便扯了个谎说, 这几年农村溺死的小孩多, 村里的老人迷信, 所以托我爸建了这个八卦井, 井深十八米, 土话说十八层地狱嘛, 可以镇住凶煞, 井在村里阴气最重的位置, 是请风水先生算好的。 谢景果点了点头, 我听说只要把人的生辰八字刻上去, 那这个人的魂魄就会被锁在井里, 永世不得超生。 没, 没那么玄乎吧? 想到二妹的生辰八字刻在井壁上, 我心里又闷又紧, 这些年, 她被困在井里, 肯定很想出来, 可怜她生下来就被折磨致死, 死后也不得安生。 真想亲眼见识一下, 谢景果对我多番暗示, 这天, 趁我奶不在, 我开车带她去了农村老家, 我先去看了我妈, 我妈这几年精神不太好, 老是念叨我二妹, 说她回来了, 她把砖头抱在怀里, 嗨呀, 妈妈在呢, 你不要生气, 妈妈给你生个弟弟, 爸爸就不打你了。 妈, 都多少年了, 你怎么还惦记生儿子呢? 我上去抢她怀里的砖头, 她吓得跑, 一边跑一边叫, 你别过来, 别杀我孩子, 别杀我孩子, 这时候三叔急匆匆地走进来, 她神色慌张地说, 朝地, 不好了, 你带来的那丫头掉井里去了, 你快去看看吧。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谢景果已经被人用绳子救了上来, 她躺在地上, 两眼睁得很大, 半嗓都不眨一下, 四肢僵硬, 仿佛中了鞋一般。 说来也奇怪, 这么深的井, 摔下去居然没有见红。 神婆摸了摸她的肚子, 附在我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 我站在井边朝下望去, 井底黑乎乎的, 井壁上那几个小字, 似乎变浅了, 我开车把谢景果送到是医院, 医生对她做了全身检查, 诊断结果显示, 除了身上有些擦伤, 没有大碍, 医生还强调了下, 说胎儿很有活力。 谢景果醒来后, 我问她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她站在井边上, 刚探头往里看, 就被一股力量从后面推了一把, 掉进了井里。 我削苹果的手一顿, 拿起手机给镇上的派出所朋友, 发了个消息。 过了十分钟, 那边回复, 虽然现在农村都装了摄像头, 但是八卦井那个位置是监控死角, 你懂的。 没有监控, 没有目击证人。 是闹鬼还是有人装神弄鬼, 恐怕不好盖棺定论。 好兄弟, 拜托你再帮我查个人, 下次来是我带你吃大餐, 我随手把资料发了过去。 谢景果在医院住了十天, 我乃催我们半礼出院, 他说医院每天都有死人, 晦气。 回到别墅以后, 谢景果的精神就奄奄的, 每天躺在床上不愿意动, 奇怪的是, 胃口比以前更好了, 以前吃啥吐啥, 不能见到荤腥, 现在炖炖猪羊牛肉。 我乃高兴极了, 说他肚子里怀的肯定是男孩, 说他怀我爸的时候就特喜欢吃肉, 我心想你那时候穷得连米饭都吃不上, 当然喜欢吃肉了。 这天半夜, 我乃拄着拐杖来敲我的门, 咚咚咚, 起先我把头蒙在被子里, 他一直敲一直敲, 我终于忍不了, 掀了被子下床, 奶, 你找我啥事啊? 我乃往我屋子里瞅了一眼, 神经兮兮地问, 昭地, 你有没有听到婴儿的哭声? 我揉了揉眼睛, 打了个哈欠, 没有啊, 奶, 你做梦了吧? 我听到了, 他笃定地说, 浑浊的眼睛左右乱转, 就在哪一个房间里, 然后他张着耳朵, 似乎在仔细分辨, 听, 是你弟的房间。 他说的, 煞有介石, 我困意一下子醒了大半, 走到我弟门口, 把耳朵贴在门上, 整个别墅都静悄悄的, 只有外面传来野猫配种的惨叫声。 我乃说他每晚都能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我爸说是他幻听, 还让人把院子里的野猫捉住打死了, 听保姆说, 那猫死的时候肚子里还带着仔, 足有六只呢。 我乃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每天半夜煮着拐棍楼上楼下找, 把两只眼睛熬得通红, 走路也更不利索了, 终于有一天, 他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摔断了腿。 那是凌晨两点, 谢景果发现了我奶, 然后叫醒了全家人。 谢景果说他半夜饿得慌, 去厨房拿白天我弟买的麻辣兔肉, 牛脸看到我奶, 他在地上不能动弹, 楼梯上还蹲着两只没满月的梨花猫。 家里人都很奇怪, 这两只梨花猫从哪儿来的? 保姆赶紧把梨花猫揣在怀里, 这附近野猫真多, 怎么又跑进来了? 我马上拿出去扔掉。 我奶说谢景果是他的恩人, 如果没有谢景果, 他可能已经装盒子里了。 他把这些年存的首饰拿出来, 挑了一件最便宜的和田玉镯 送给孙媳妇。 谢景果礼貌地说了句谢谢。 我奶出事后, 保姆忙不过来, 我爸又请了一个年轻护工, 兰姨因为这事和她吵了一架, 说她醉翁之意不再久。 我爸是靠兰姨起家的, 对她又静又怕, 做什么事都畏畏缩缩, 别人都笑她怕老婆。 这几年, 我爸自己投资的公司上市了, 腰杆也挺起来了, 开始不把兰姨放在眼里。 你有没有良心? 我投婚嫁你二婚, 当年你家在农村那屋子四面都漏风, 是谁让你住上了大别墅? 你现在想泄沫杀驴了? 我跟你说, 没门。 兰姨这番话已经说了好多年, 每次吵架都翻出来说, 我耳朵都听出茧了。 钱是我帮你挣的, 儿子是我给你生的, 你还敢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怎么, 也让小三给你生个儿子来增加产。 你要是敢背叛我, 一定不得好死。 一天到晚把死挂嘴边, 我爸气地把他新买的茶具摔得粉碎, 我看你巴不得我死, 现在就嫌弃我了。 兰姨一屁股坐在地上, 歇斯底里地大哭, 又开始倒豆子式的一桩桩, 一件件哭诉起来, 要不是我爸, 你还在农村种地呢? 你这个没良心的。 也不想想, 那一年矿上出事, 是谁帮你出钱摆平的? 那一年, 我爸实在听不下去, 拿起外套就走。 说来也玄乎, 那天我爸回来得很晚, 人也喝得醉熏熏的, 坐在副驾驶上, 车快开到别墅区区的时候, 司机突然猛踩刹车, 车辆急转弯, 撞到了山石上, 一死一伤。 我爸酒醒后, 发现自己在医院,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 好像在路中央, 看到了一个婴儿。 警察根据他的描述调了监控, 出事时间, 那个地段, 什么都没有, 连往来车辆都很少。 他们怀疑, 我爸醉酒看花了眼, 我爸摸着被纱布包裹的脑袋, 两眼发直地看着体征检测器, 喃喃自语, 是他回来了, 一定是他回来了。 谁? 谁回来了? 警察嗅到了犯罪的气息, 连忙问, 他回来报仇了, 冤有头债有主, 不是我害你的, 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我爸拔了书页管, 发疯了一般往走道里跑去, 撞倒了好几个病人, 被医生护士拦住, 打了一针镇静剂, 才昏睡过去。 家里接连出了变故, 我乃和兰姨决定 把我弟的婚期提前, 还把神婆请到家里做法, 神婆砍了许多柳树枝挂在门上, 在门窗上贴满了黄符, 告诫我们夜里十二点以后不要外出, 他说这个时候煞气最重。 我弟在我奶的逼迫下, 在家憋了两天, 第三天夜里就出去蹦迪了, 回来的时候没看清台阶, 门牙磕掉了两颗, 我猜他是磕了药, 这一切都是巧合。 神婆却说, 二妹已经在这个别墅里了。 我弟婚礼前半个月, 三叔过来拿洗帖, 他看了一眼我家的布置, 眉头一皱, 是那个婆娘教你们这样整的。 这哪是毕煞, 这是隐煞? 啊? 我一下子猛了。 神婆之前提醒我提防三叔, 三叔现在又说神婆故意隐煞, 我到底该相信谁? 三叔与我家有血缘关系, 他救过二妹, 帮我照顾阿妈, 应该不会害我们。 神婆在村里很有威望, 拿钱办事, 应该不会砸自己招牌。 那现在怎么办? 我慌张地问, 凶煞是不是已经进来了? 三叔叹了一口气, 你家这房子虽然大, 风水却不好, 你放个镜子在楼梯口, 能驱邪必杀。 我赶紧按照三叔的办法办了。 夜里, 我听到隔壁的房间有动静, 将门轻轻地打开一条缝, 发现谢景果再次往厨房里去。 我小心翼翼地尾随他, 然后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他明明刚怀孕三个月, 可是在镜子里的肚子 已经像八个月那样大。 我揉了揉眼睛, 怀疑自己看错了。 你要不要吃? 就在我出神的功夫, 谢景果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把我吓了一跳。 我仔细一看, 发现他端了一盘生鸡腿, 血淋淋的, 看得我胃里翻涌, 差点吐出来。 谢景果注意到了镜子, 他对着镜子缓缓开去牙上的血子。 转过身来, 对我阴森森地笑了笑, 在我耳边说, 姐姐, 你一定会帮我的对不对。 我乃想在我弟婚礼前洗个澡, 护工放好了热水, 我搭把手帮忙把它抬进了浴池, 大概泡了半个小时, 浴室里传出我乃的哀嚎。 等我和护工跑进去, 发现里面热气腾腾的, 我乃从池子里翻出来, 趴在地上, 浴池里的水已经咕嘟咕嘟沸腾烧开了。 护工看到这情景, 吓得腿都软了, 我明明放的是温水, 怎么会有开水呢? 我乃被烫得浑身通红, 水温是慢慢加热的, 等他察觉到已经被严重烫伤了, 没过一会儿, 浑身就起满了大炮。 我爸急匆匆地从公司赶回来, 他把神婆叫来, 质问, 怪事一桩接一桩, 你到底有没有本事屈煞? 我不敢提三叔告诉我神婆引煞的事。 神婆故作玄虚地说, 煞气太重, 我能力有限, 等到了夜里, 恐怕我也控制不住了。 他从怀里拿出一个三角红符, 诺, 这上面有我十几年的修为, 关键时刻能保命。 不过, 只有一个, 给我, 给我。 我乃伸出枯瘦的手, 眼里放着金光。 我爸迅速把红符抢过来, 妈, 你在床上躺着用不着。 我男眼巴巴地看着他把红符色到了裤口袋里, 疼得哼哼叫, 嘴里骂, 白眼狼, 白养你这么大, 连你妈的命都不救, 畜生。 半夜, 我是贝雷惊醒的, 明天就是我弟结婚的日子了, 我有些不安。 这时, 警察朋友给我发来一条消息, 他说, 上次你让我查, 那个叫谢景果的丫头, 确实有个姐姐。 我跑到他老家仔细询问, 发现他姐姐早就死了, 出意外死的, 当年还上了新闻呢。 对了, 这姐妹俩长得很像, 我发张照片给你, 不仔细看都分不出来。 看到照片里与谢景果重叠的五官, 我心里咯噔一声。 警察朋友又给我发了一条新闻链接, 标题是, 某高三女学生与母亲发生矛盾投和自杀。 点进去大部分评论都是指责父母给孩子的压力太大, 深渊的最后一步大部分都是最亲近的人推的。 才十八岁, 高考志愿都填过了吧, 太可惜了。 有一条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 别什么锅都甩在父母身上, 我是这个女孩的校友, 她是被校外的地痞流氓强奸了, 死的时候还怀着孩子。 网友抨击她, 死者已已, 请不要造谣。 天哪, 那你快报警啊。 还没看完, 屋外传来我爸的叫喊, 我赶紧跑了出去, 发现我奶拿着刀在地上爬, 追着我爸要砍她, 我弟按住了我奶的手, 蓝仪从后面抓住了她的脚。 我奶就像得了失心疯, 赤身裸体, 身上都是水泡, 张牙舞爪的要吃人一般, 对着我弟的手臂 就咬下去。 我爸看到后, 跑过来狠狠地踢了她一脚, 老不死的, 连亲儿子你都砍。 张嘴, 放开迦乐, 没疑, 拿老虎前来。 场面过于混乱, 护工吓得瘫在地上发抖。 一二三四, 似乎少了一个人, 我四处张望, 看到谢景果站在二楼的窗户边, 双手抱臂露出半张侧脸, 好整以暇地看着这场闹剧, 嘴角挂着鬼魅的笑意。 我爸把我乃捆起来, 关在卧室里, 还加了一把锁, 我乃一直在咒骂, 狗杂肿, 你不得好死。 当年为了生你, 我打掉三胎, 掐死四个刚出生的女娃, 你就是这么孝顺我的。 我弟的婚礼如期举行, 仪式安排在晚上, 订得全是最好的宴会厅, 就在湖边, 风景优美。 接亲, 设想, 一切紧张有序地进行。 谢景果家那边的亲戚都没来, 他给出的解释说, 他未婚先孕, 放弃了学业, 他妈妈和他断绝了母女关系。 兰姨有点不高兴, 怕被亲戚议论。 我爸倒是没说啥, 他就盼着我弟快点把婚事办了。 晚上下起了暴雨, 外面打雷闪电, 宾客姗姗来迟, 有的索性把礼金转账不来了。 谢景果穿着婚纱, 本来脸就白, 嘴巴涂得又红, 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有些害人。 我弟西装革履的, 倒比平常像个人样了。 两个人交换了戒指, 我弟正要念试词的时候, 灯突然灭了, 宴会厅漆黑一片, 在座宾客喧哗起来。 工作人员过来解释说, 暴雨把电路交坏了, 正在抢修, 酒店也有发电机, 请大家稍安勿躁。 黑暗中, 三叔抓住了我的手, 昭地, 今天这是不对劲, 你仔细想想, 最近有什么怪事。 最近的怪事那可太多了。 我想了想又说, 早上我给迦勒拿西服的时候, 发现他的口袋里有个纸条, 纸条上写着他的生辰八字。 还有呢? 三叔语气多多, 你再想想,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我皱着眉头回忆, 我好像看到我爸, 我奶, 蓝姨都在陵园, 他们面前有个墓碑, 墓碑上是谁的名字, 我没看清就醒了。 糟了, 三叔恍然大悟, 你弟是给人配明婚了。 什么? 我不可置信, 赶紧问, 那会怎么样? 这时宴会厅骤然大亮, 水晶灯耀眼的光芒, 让人一时睁不开眼。 珈乐, 你去哪儿? 你回来? 台上传来兰姨的嘶吼, 众人随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发现我弟像个提线木偶一样, 僵直地走出了宴会厅。 兰姨和我爸追了出去, 外面大雨瓢泊, 我们站在宴会厅门口, 看到我弟走到湖边的阶梯上, 兰姨和我爸拉着他, 可他丝毫没有回头的意思。 天空中闪电阵阵, 接着是轰隆隆的雷声, 然后听到一声凄厉的叫喊, 我爸逃命一般地往回跑。 三叔跑出去接他, 急切地问, 怎么了? 他们俩呢? 劈死了。 我爸突然大笑, 双手张开向上托举, 都被雷劈死了。 劈死了好。 哈哈哈哈。 我惊得几乎不能说话, 拨开门口的人群, 往宴会厅里跑, 谢景果穿着白色的婚纱 站在宴会厅中央, 轻轻抚摸自己的肚子, 嘴角露出冰冷的微笑。 我弟和兰姨的尸体第二天, 从湖里打捞上来, 尸体都烧焦了。 士雷劈死人的新闻上了热搜, 好好一场喜事变成了丧事, 亲戚们议论纷纷, 说我家遭大灾。 我爸幸免于难, 他觉得是红福保了他的命, 又给了神婆一笔酬劳。 我弟和兰姨死了, 我爸连一滴眼泪都没掉, 他把养在外面的小三和私生子 接回来, 光明正大的住进别墅。 我听到他笑着和小三说, 你猜怎么着? 那个疯女人居然叫雷给劈死了。 真是太好了, 我还在愁怎么跟他离婚呢? 小三依偎在他怀里, 连老天都在帮我们。 我乃伤口感染, 已经连续三天高烧, 我偷偷去看他时, 发现他身上的皮肤 已经和被单粘在了一起, 一接就掉一块肉皮, 他樱樱地喊, 佳乐,乖孙, 我有儿子, 我还有孙子, 我是最有福气的女人。 然后他咯咯地怪笑起来, 第二天我乃就死了。 我爸花重金给我奶, 买了一块木地, 亲戚都夸他有孝心。 谢景果成了寡妇, 我爸给了他一栋别墅, 还请了一个保姆照顾他, 承诺只要他把孩子生下来, 就把别墅过户给他。 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了半个月, 我爸每天都乐呵呵地, 发财生官司老婆都让他占了, 和东师吼换成了小娇妻, 搁谁谁不乐呀。 这天, 三叔来说村里的八卦景他了, 想让我爸出钱重修。 我爸眉头一皱, 说多年没回老家给祖宗上坟了, 正好回村看看。 其实, 我知道他是看上了八卦景附近的地, 我爸最近遇到当年挖景的师父, 师父说那片地底下有矿, 其实老家地底下一直有矿, 田地下的矿被挖得差不多了, 有的已经塌陷成湖, 还淹死过人, 这一片不能再挖了, 再挖房子该塌了。 他把我和谢景果还有小弟弟都带了回去, 开着宝马经过老家破屋时, 我看到我妈坐在大门口, 手里抱了一个葫芦, 头发乱糟糟的, 听到汽车鸣笛声, 他站起来, 仿佛看到了我们似的谁。 谁来了? 我和谢景果下车, 我妈扑上来捉住我的手, 摸到我身边还有一个人, 高兴地说, 昭地你回来了, 你把妹妹也带回来了。 谢景果握着她的手, 自然地喊了一声, 妈。 我惊愕地看着她, 她与我对视一笑, 哎, 好孩子, 我妈突然恢复了神志, 把我们往屋里引, 我包了包子, 拿给你们吃。 包子是馊的, 我和谢景果只好重新和面, 打算争一笼新鲜的。 我爸上坟回来后, 就和三叔去看八卦景了, 听三叔说他叫了挖掘机, 亲自监工。 包子争好了, 我和谢景果去喊我爸回来吃饭, 走到半路, 看到村民围在一起, 挖掘机亭在旁边, 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村民从人群中挤出来, 看到我大声喊, 昭帝, 你爸出事了, 帝他陷了, 你爸和你三叔都被埋进去了。 我和谢景果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 然后又听到一声叫喊, 挖到了, 苍天哪, 怎么还有一个孩子? 所以这个小说, 女主的爸爸最后被埋进了八卦景, 男朋友搂着我, 将我乌黑的发丝在指尖缠绕, 八卦景真的能震魂吗? 我打完最后一行字, 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床头柜上, 看着昏黄的台灯, 想了想说道, 八卦景只能震住恶人, 震不住冤魂。 番外, 半夜, 我看到谢景果在阳台上吹风, 端了两杯红酒走过去, 看着远处的灯火, 漫不经心地说, 其实, 你是为你姐姐报仇来的吧?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他似乎一点都不惊讶。 我抿了一口酒, 回忆到, 大概是从你掉进八卦景的那天。 我怀疑过神婆, 怀疑过三叔, 直到我看到你姐姐的照片, 才想明白, 根本没有人推你, 对不对? 你很聪明, 怪不得是她的姐姐。 她笑笑, 拿着我的手放到她微微隆起的肚子上, 我和她做了一个交易, 你要不要帮我? 也帮帮她。 其实, 我们已经联手做了很多事情。 司机把院子里的野猫打得半死, 我趁着野猫掩掩一息, 剖开了她的肚子, 把六个猫仔取了出来, 送给了谢景果, 谢景果把他们藏在别墅的某个地方。 我把提前录好的婴儿的啼哭声, 藏进我奶的房间。 我把我弟的生辰八字放进新郎府里, 而谢景果带着他姐姐的生辰八字, 与我弟进行婚礼仪式。 我请来当年挖井的师傅, 给了她一笔酬劳, 让她无意间向我爸透露井下有矿的事情。 一切的一切看似是巧合, 其实只不过是我们的精心算计罢了。 现在的这位后妈没来得及跟我爸领证, 我爸死后, 我继承了所有家产, 赠送给谢景果一部分, 但是我们俩仍住在一起。 没过多久, 她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娃。 我把我妈接到了别墅, 我妈特别喜欢这个孩子, 抱着粉团子不撒手。 神婆也经常来我家做客, 与我妈聊天, 我妈的精神头肉眼可见地好起来。 这天, 我妈和谢景果在院子里带孩子玩, 我和神婆在屋子里喝茶,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 推到她眼前。 当年, 多亏你了, 要不然我妹爷, 神婆把信封推回去, 你妈是我的恩人。 我抬头看着外面的天空, 你家的火是三叔和我爸放的吧? 三叔他, 三叔强奸他不成, 放火烧了他全家。 神婆眼里泪光闪烁, 那时候农村没有监控, 有人半夜朝我家扔了一个火把, 警察根本查不到凶手, 可我知道一定是他。 如果不是你妈, 披着湿被单冲进火海里, 把我救出来, 我也活不到今天。 我也曾经以为三叔是个很好的人, 直到我发现他的每个女儿出嫁都带回了一笔高额的彩礼。 他照顾我妈, 假装对我好, 也只不过是贪图我家的钱财罢了。 可惜, 因果善恶中有报。 那么再 northwest 咨咨咽